其實去到最嚴重的 應該是2010年的時候 我突然間整個臉都黑了 不是像現在的樣子 整個臉都黑了 黑得像末期癌症要死的樣子 黑黑黑的 是突然間的 那件事是甚麼事呢 我去做一個染髮 染髮後我的皮膚敏感 皮膚敏感後 我跟老公慶祝結婚10周年 去了夏威夷 去完夏威夷 曬完一段時間回來 整個就黑了 看了很多醫生都沒用 看了中醫、細醫、皮膚科 整容科、自然療法、改名、八字 什麼都看過了 沒有一個人可以告訴我 你會好起來 或者你會怎樣 那時候就很不開心 有一個很強烈失去的感覺 我想失去你們都有在座 每一位都有 如果我現在這樣說你們都有 其實你們都有這件事 失去的是甚麼呢 失去的就是 好像人家拍戲那時候 晚上拿回照片出來看 原來我以前很美女 原來我現在不知道 原來我以前人見人在 車見車在 真是我不信 我都不信 直到你失去了 直到你失去了 你也不知道你會不會有機會拿回 你便開始在心口 那時候是很低落 那個人很低落 低落到有時候想著 我是會去死的 真是的 後來 但其實那時候我是有上課的 其實我知道 這個失去的感覺 不是這件事第一次有的 這個失去的感覺 就是這麼嚴重失去的感覺 其實是在 剛才不是說了一切是童年的經歷 一開始的 其實是應該在我很童年很小的時候 我有一個這樣的傷痛 我沒有處理到 我只不過現在 藉著這件事 去令我看回我以前童年的傷痛 就是童年的一個失去的傷痛 那時候就是繼續用這個信念 就是去看回 其實身邊你發生的每一件事 其實背後真的隱藏著一個禮物 其實他想你去看 你有這件事要去搞一搞 你有這件事要去看一看 如果不是的話你就會更糟糕 於是那時候 自己去做治療 去看回 其實我們經常說的治療 治療 其實只不過是去回那件事那裏 你再去接觸同一個傷痛 讓那個傷痛 在你身上去燃燒 然後去離開你 或者你可以治療完之後 你可以對同一件事 有不同的看法 那件事是會有發生的 但只不過呢 可能你當中有很多誤解 而令到你有很多誤會在裏面 而產生了一些扭曲了的信念 那讀POV好的是 它是 真的可以令到我有機會 去看一些我以前小時候扭曲了的信念 原來看回 是我誤解了的 然後可以有機會去治療 去看 用一個新的角度去看 其實治療 不是醫生開藥給你 你拍藥那些 其實治療是 是恩典的工作 治療是愛的工作 只要你的心裏面 有一個意願 我童年那裏有一塊這樣的東西 或者我有這樣的傷痛 我想得到治療的話 就很自然的愛或者恩典 就會帶你去那裏 你可以接受到治療 那我記得那時候 那我就 就 整天都看著這三個型 那我覺得自己不好 我覺得自己不足 被爸爸媽媽遺棄了 就是他們不接受我 那這個表 這個表很好用的 就是 你看著這個表 你看到自己 塞在哪裏 那它其實下面 是有一個方法 是給你 給你一個出路 就是給你一個出路 那 那 你看著它 你就可以知道 你用這個方法 那你就可以離開這個困局 這樣 那 到我看回的時候 他說諒解 這裡寫著說諒解 諒解 那怎樣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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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跟天講話 那你想我怎樣諒解 那 那 我可以怎樣 那 那突然間 為了一個新的看法 和新的體會 就是 這番說話 是我媽媽跟我說的 不是我爸爸親口跟我說的 就是 只不過這番說話 只不過是我媽媽 她的故事 就是她怎樣看 她怎樣看男人 或者她怎樣看自己 的一番說話 那當中並不是等於 一定不是等於我爸爸的意思 我又想起 在我童年的時候 我又不覺得我爸爸有經常罵我的 他又不覺得我爸爸有打過我的 我經常都記得我爸爸 我一洗完頭 他就會拿風筒出來跟我吹頭 又或者我又會記得 在我的相片寶裡面 我也有見過他抱著我拍照的樣子 就是他笑的 我又記得他小時候 他帶我們去 就是他放了班回來 我也有印象的是 他帶我去玩的 就是 是不是我媽媽口中所說 那麼 就是 那麼 那麼 那麼不喜歡你呢 或者 你令到他那麼失望呢 他真的沒有親口跟我說過 再加上我那時候已經是別人的父 就是做了別人的母親 更加會知道 其實 你 你的子女 怎樣都好 你都會一樣愛他 無論是兒子和女兒 是不是 那 然後突然間叮一聲 在我看 即是在我看同一件事的裏面 我就只是看回 我媽媽 她怎樣看自己 其實她這番說話裏面 她只是跟我說 她怎樣看自己 其實我媽媽當然有她的故事 我媽媽在我外婆的肚子的時候 我外公就已經走老了 即是我外公就離開了他們 我外婆當然是一肚的怒氣 在我媽媽成長的環境裏面 當然是沒有愛 只有恐懼 因為經常被外婆罵 她都覺得自己很沒有價值 明白嗎 我不是說我媽媽什麼 只不過我看到的是另一個層次 我看到其實 這是我媽媽的一個呼求 她可能很想別人告訴她 或者她很想知道的就是 其實她的存在都有價值 又或者在她的出生的時候 或者在她的生命裡 都沒有什麼人肯定過她 或者沒有什麼人去加許過她 所以她才會對生命有這樣的看法 所以自此之後 即是再說不出同一個故事 即是說 我是不受家人歡迎的 我是沒有價值的 我是什麼什麼什麼 這些 即是不可以再說下去 變了的話 其實 接著你就會 開始事情就會很順 即是開始 開始 你是會 突然間 你想通了這件事之後 你會遇到一些好的醫生 那些醫生 會跟你說 其實你是有得救的 你這樣說就行了 果然 你又可以 治好 因為當時我看很多不同的醫生 都說 我不知道你做什麼 你可能永遠都是這樣 這樣